生活记忆 就像一块在着美好与焦虑的硬币 明月是享受着独立后的潇洒快乐 开始掌握自己永生轨迹的主动权 另一面是对未知生活不确定性的焦虑 作为出入职场的练习生 我们无法决定美好的上线 但至少能消除那些可能影响自己的焦虑 小到忘记充电时的手机电量提醒 大到在职场乘风破浪的自我怀疑 或许所有的焦虑记忆 本质上考验的是我的自我认可 自我修复能力 我想认清它 控制它 各位好 我是一帆 欢迎来到《皇家评测》 如何让网速焦虑 电量焦虑 外观缺陷 这些强感值变成无感值 从我们的生活记忆中彻底消失呢 在我们购买手机的时候 往往会考虑诸多的因素 比如说价格 品牌 配置等等等等 但是能决定我们最终掏钱的 往往还是价格 这也是为什么旗舰机载火爆 销售比例中占大头的仍然为终端机型的原因 但是这样的选择大概率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在购买时出价格之外 基本没什么感知的体验和配置 在我们拿到手机的第一天起 就会成为一个焦虑 因电池效率及充电效率的影响 我们都会在潜意识里规划电量的使用 这也就无形中产生了电量焦虑 在上网和游戏的时候 因性能原因导致网速够不够快 延迟够不够低 从而也就产生了网速焦虑 甚至说在面对他人的审视的时候 一款手机的外观设计 也会给我们的心态带来不大不小的影响 这些焦虑记忆往往发生在飞旗舰机产品上 原因是因为虽然有很好的定价优势 但是在体验等各个环节都不能做到最好 到底有没有一款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好的终端产品呢 大家一定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们着急出门上班或者赴约 发现手机电量只剩残血 你焦急的等待 希望手机可以多充进一些电 确保等下出门不会失联的时候 发现除了等待手机充电 你还要额外考虑下一次充电的场景 比如说电池电量能不能乘着到公司 咖啡厅有没有电源 餐厅能不能借充电榜 一个快充就能完美解决的小问题 居然会对你的情绪带来恶性循环 需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残血的压力 这对于生活和工作来说 都是大可不必的 华为畅享20plus 拥有40瓦超级快充 搭配4200mAh大电池 有了40瓦快充 当电量焦率来临的时候 最起码我们不用再担心 因为充电慢而耽误行程 在早上化妆 或者做饭 或者收拾房间的15分钟 上班开会做报告的半个小时 甚至是忙里偷闲喝一杯咖啡的功夫 手机都能不知不觉的 重蹈一个理想的电量 再加上优秀的续航保障 我们这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 都不用再操心手机电量的问题 甚至会渐渐的忘记这件事情 根据我们的实际测试 华为畅享20plus 在开机面称的状态下 30分钟可从0充至66% 63分钟充满 这两年随着快充技术的发展 我们总会有种错觉 快充好像早已成为了 手机产品的标配 但在查阅数据对比之后 我们发现 虽然40把快充早在2018年 就已经应用到了华为Mate 20 Pro上 但是这也是首次下放到了 华为畅享系列 手机产品设计的缺陷 往往会让我们在公共场合很难提起自信 就像人身上所有的美 都不抵一滴墨水带来的瑕疵 这种强感知生成的负面情绪 看不见摸不着 但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一个人 所以怎么样才算一个好的设计呢 颜值高 往往是人们购买消费电子产品的第一要求 今天的手机已经不单单是一款通信工具了 作为陪伴我们时间最久且更换频率最低的配饰 精美的外观才是促成它被称为时尚单品的重要原因 华为畅享20 Plus一共有四个配色 分别是鲜和银 肥冷脆 阴雪晴空 幻夜黑 除配色之外 背面的圆形镜头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Mate 30系列 手机侧面采用指纹键和电源键合一的设计 整体握持感解锁的舒适度都很好 你不用担心戴口罩无法解锁 或者是每次拿出手机使用前 手指手腕都要重新适应手机设计带来的不适 解锁速度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按照手指放置在指纹解锁处到亮屏的时间 零点几秒的解锁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正面华为畅享20 Plus采用了一块6.63英寸的全面屏 全屏无打孔 弹出是前置摄像头位于机身的左上方 日常工作中一定有过我刚才信号不好 稍后给您回复这种尴尬的对话 当我们处于封闭会议 上下班电梯地铁等场景流失 因为网络信号的问题 市场无法高效地完成工作 这种网络焦虑在畅享20 Plus面前可能会被改善很多 华为畅享20 Plus搭载了联发科天机720 7nm 5G SOC 虽然在性能上相比麒麟或者高通高端芯片差一些 但依然能够提供流畅的使用体验 日常刷微博开视频打游戏完全没问题 它还搭载了90赫兹高刷新率的屏幕 并支持180赫兹触控采用率 另外在存储方面 华为畅享20 Plus也最高给到了8加128的组合 信号直接影响着我们生活中大部分场景的使用体验 当我们在生活工作调度的时候 网络焦虑很容易高垮你一天的好心情 为此我们也对华为畅享20 Plus做了专项的5G测试 看看它究竟能不能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 在我们的实际测试中 畅享20 Plus连通5G的下载速度能达到295Mbps 上传速度34.6Mbps 在电梯这种弱信号场景下 与安凤11进行信号强度对比 出电梯后 畅享20 Plus的网络能够快速回到满格状态 在通信配置上 华为畅享20 Plus做到了7个5G频段的覆盖 横向对比来看 目前采用外挂基带方案的5G手机 大多都只做到了5个频段的覆盖 虽然这能满足日常使用 但是理论上 覆盖的频段越多 5G信号也就越稳定 能让消费者更加灵活的选择运营商 除了频段的全面覆盖 华为畅享20 Plus还内置十条天线 保证我们不论是以怎样的姿势握持手机 信号都能够保持一个应有的强度 华为的影像能力自然不用多说 一年比一年更大的底 让手机超越单反有了可能性 华为畅享20 Plus虽然在硬件条件上 不能跟自家的旗舰产品相比较 但是手机拍照本来就是软硬结合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优势 华为的影像调教及算法 反而在这种亲民产品上更容易发掘 华为畅享20 Plus后置4800万像素三摄镜头组 分别是4800万像素主摄 800万像素广角 以及一颗200万像素微距镜头 至于拍照效果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样张 经过这么多年的打磨 EMUI也升级到了10.1 应用性自然不用多说 在这里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很温馨的功能 屏幕共享 屏幕共享功能 是在之前亲情关怀功能上的一个升级 可以让两台手机共享各自的屏幕 发起共享之后 被共享的一方在手机上的操作 就可以被另一方看到 比如家里的长辈们不懂新功能如何操作 打开畅联通话 共享屏幕 分分钟解决长辈们的烦恼 手机的使用焦虑在过去 并不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过去的终端机性浓弱 功能性不强 所以说一天中只用来接打电话 见怪不怪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娱乐场景的加入 人们越来越发现 手机电量真的很重要 比如工作联系 线上文件的处理 休息娱乐 或者只是扫码付款 所以手机没电 必然是一件让人头大的事情 随着手机在我们的生活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些由网络电量带来的焦虑 也成了我们消费者们在买手机时 是首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什么样的设计方案 能让手机帮助我们消除这些焦虑记忆 让用户忘记这样的顾虑 做无感知的用户体验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像我们呼吸的时候 并不会担心自己身边有没有空气 自然而和谐 这或许是这台手机带给我的感觉 作为消费建议 如果你需要一个产品去帮助你 忘记生活中那些焦虑的小事 同时预算又不太高 那么华为畅小R10 Plus 或许是个好选择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转评赞一波 你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 我是一凡 我们下期再见 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索皇家评测 观看新品首发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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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